上翔一拜 医生白夾克精神抖擾 清明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 拜完众神 立刻被媒体团团包围 因为自己爆料 被电子波攻击 究竟有贏吗 受到干扰这个人 他会进行抗训 不能睡着 9月20号下午 他们就派人来报告 我有事实证明 而且我有证明 所以你们应该想办法去调查好不好 林瑞雄指正立立 说国安局早在9月20号 联署开始就派人暗中保护他 不过政治新手林瑞雄 连日来在媒体前的表现 却被人这样解读 我没有看过媒体进阶 所以我不能发任何评论 所以说是不是有这个人格 不会啦 我这个人怎么会有人格 你们看看有分裂吗 不会吧 我人格非常好 回答敏感问题有点顿呸 倒是对12月中即将登场的副手辩论赛 胸有成竹 我应该没问题啦 兵来讲当嘴来突然 对我来讲都是一样 我用我赤子之心就可以对付任何子 两个都有很多败笔 很多漏洞 不是正台老鸟 但林瑞雄面对媒体没在怕 倒是屡次发言都引来后续讨论 也算是用另类方式搏版面 三星新闻 林文富白乔英 台北乔报道